也好,我们读一下十九节,拜祭,这马的能力是在头领和尾巴上,因这尾巴降舌,并且有头用于害人。 感谢主,这里说,这马的能力在口领和尾巴上,是吧?感谢神啊,这马的能力呢,是什么呢? 是亵渎真福,这个马呀,是亵渎真福音的马,是亵渎圣灵的马,是耶稣的死对头,这是主得林告诉的哈,说这马的能力呢,是撒旦给他的能力,那么人一听呢,这马口里所讲的道呢,那么就说那个属世的基督徒啊,世俗的基督徒呢,就特别的高兴,因为这道呢,告诉他们,说你只想神的恩典,你只想神的恩典,其他的和你没有关系, 其他的和你很遥远,你不用想他啊,不用想别的,只想神的恩典,只想神的好处,就是这个道告诉你啊,所以人特别喜欢听,说不用舍己,不用死己,不用走实际道路,人听了就喜欢这道,主得林又说,有谁愿意死己呢? 如果没有真正爱主的心,谁愿意死呢? 其实真是这么回事哈,没有爱主的心,谁愿意死呢? 所以这马的能力呢,在哪里?在口里,能力为什么在口呢?因这马的口里出来的都是亵渎圣灵的话,那么他的能力为什么在尾巴上呢? 因为他的尾巴有毒勾,勾的人都愿意来听着假道,就勾人入教嘛,勾人来听着假道,好,这马的能力在口里和尾巴上呢? 我们总结这一话说,也就是说,神说什么呢? 神的使者,能力是来自耶和华,能力来自圣灵,能力来自耶稣基督,但这些马的能力是来自鬼魔给他的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匹马呀,很大,非常大的一匹马,他的尾巴左右摇摆 圣灵说,他在考究自己的荣耀,这个马哈,他的尾巴哈,他在考究自己的荣耀 他手里拿的是砍人的刀和亵渎的剑 所以主的灵说,他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 他以自己为上帝的代言人,不允许人质疑 凡质疑他的,他就用亵渎的剑攻击,视为异端混乱神的道 这马神弃绝真道,这马自己认为他的群身都是能力 但是这是邪恶的能力 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什么呢 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 所以主的灵就最后说,这些抵挡真理的都要死 那么十九节底下又说了,因着尾巴像蛇 尾巴像蛇都是因人的私欲和虚假 这主的灵告诉的,完了最初又看见了这匹马 说这匹马呀,把那尾巴翘得可高可高了 我来回来把,主说什么呢 说他满了自我的荣耀,自高自大 口里满了灰蛇的毒气 所以主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 他们所领受的就是另一个灵 好,我们来看最后 就说,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主说这个头是用头来顶撞耶和华的 说这个头是来顶撞耶和华的 他们不以基督为头 他们是以自己为头 自意做了头 自意使他们亵渎圣灵 抵挡真道,践踏真理 他们用头脑的理学 害了人的生命 因他们里面没有圣灵带领 只是求杜甫的使者 路西福给他们的权柄 目的就是混乱神的道 我们看二十节 来一起读 既于未曾被这些该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不能走 金云同目时的偶像 感谢神啊 这是二十节这里说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我们看,我们已经知道了 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全地都怎么了 都来信来了 那那些个真信的三分之一是得胜的 被怎么了 被杀了 是真正的被弃绝被杀了 那那些个已经原来都信耶稣的人 是吧,那最后接受他到的人 跟着他跑的人 包括那两万人马军 他们的灵人怎么了 已经被那第一基督的被杀害了 包括那两万人马军 他自己都被这刀杀死了 他的灵人他当然不知道 他肉体并不知道 是吧,感谢神 那么剩下这些人 没有被这灾所杀的人呢 前面那两个 是不是每一个三分之一是一灾 每一个三分之一是一灾呀 感谢神 那么这些没有被杀的是什么人 是不是也是信的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全部都信了 这其余的虽然没有被杀 因为他们没有给他们接受那些个 因为他们都是后信的 然后都是随着大溜的 其实已经在魔鬼的什么 犬下了 对,他们已经在魔鬼的犬下了 也就是他们在敌基督的首相 因为这是世界的末尾 无底坑被打开了 骨蛇被释放 敌基督暂时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所以他让全世界都来拜他 因为他说他就是基督 然后他就又立了很多的什么 金、银、铜、木、石的一些的偶像 叫全地人来拜他 因为在接触十三章的时候 那个兽相 他就让人拜一个兽相 然后我们说主 那个兽相是什么呀 到底是啥呀 怎么是兽相有生气呢 主教我们看的是个什么相 你知道不 耶稣相 他立的就是个耶稣相 耶稣从来没有要么为他立相 是不是 从来没有要么为他立相 敌基督的那个时候 就立很多的相 有金子 用金子做成的相 银子做成的相 石头相 木头相 各样的相 让人拜 让人来拜 那你看耶稣也不拜 都拜呀 感谢神 然后木头还让人像有什么 有生机呀 有气息 有生机呀 你看看没有 你看那个魔鬼迷惑人 把他迷惑到的时候 真的你不好好听神的道 你不好今天跟神好好的连接 到那个时候真的你 真的有为什么好的血量被迷惑 他都用真的来迷惑人 用圣经来迷惑人 用耶稣相来迷惑人 你说用新耶稣来迷惑人 你说人就不好分辨 所以我们必须好好读圣经 好好跟神建立关系 所以他们 其余的人 这其余的未曾被灾塞所杀的人呢 仍旧不悔改 自己手所做的 为什么不悔改 自己手所做的呢 因为他们的手上有印记 他们的灵都被蒙蔽 他们太相信自己的手了 为什么呢 我的手你看能干这个能干这个 那个的什么 用手的印记 能干这个能干那个 能过一种超人的生活 那他们几乎就用超 他们太相信自己的手了 能有一种超人的生活 他们太相信自己的手 所以他们仍不悔改 他们手所做的 之后他们好好看圣经 不就明白了 那就被迷得看不懂圣经了都 因为那个时候就看到 那个灵啊 他们就天天向他们释放一些个 错误的东西 我通过那个人体信片 给他释放一些错误的东西 所以他就 就看圣经他也看不懂 他也不明白 还有这些假仙人 他们讲那些错误的道 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的手 以自我为中心 去抓在世上的每一个机会 去不抓上帝 今天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所以今天就是 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阿门 所以他们还是去拜鬼魔 因为他们随着内心的喜好 和邪情私欲 去跟什么 以世俗为友 并顺从鬼魔 顺从风俗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那么就说 他们觉得越拜越像 他们就越讨神的喜欢 他们还认为 他们就说 但是他们自己呢 却怎么了 就越来越 顺从那个风俗 世俗 抓 他们在世上的每一个机会 抓好处 看到没有 所以求神今天 帮助我们每个人 我们有衣有食 就当怎么了 知足 然后那天那个姊妹说 我没有财产 我到河算了 她现在还没有房子 她说 我没有财产 我到好了 她不用掛心了 她现在住的是连租房 她我没有财产到好了 真的 财产越多的 到那时候牵挂越多 这个罗多妻子 是舍不得了 舍不得了 是吧 感谢 所以当时呢 他们为什么要拜这些呢 因为他们那个心呢 整个是被迷惑了 整个是被迷惑了 来拜 拜这个 这些偶像 感谢神 然后那个 你不来拜寿相的 在提出13章 不拜寿相怎么了 都被杀呀 你不拜承相杀的 还有不给你吃的 不给你吃的 不给你喝的 你买啥都没有 给你停水停电 啥又不给你了 你看你 你都得需要这个卡子 你没有这 你都需要钱的 你都不能 截免币不用了 纸钞不用了 你说你咋弄 不就把你往绝路上逼呀 对就是这个事 对就是这个 他们真的就是 所以这个敌基督呢 真的他 就是这件事 就是这个 幕后这个事 真的是很邪恶的 真的在恋每一个人 就在恋每一个人 你到底要啥 你想涂肉体的 肉体的安逸 你就去拜 你就放那个片 还挺好 你有吃有喝 有啥的 啥也不受 也不杀头 也不逼迫 挺好的 你不放 你就要杀头 还要你大人孩子 不能吃 不能喝 你上哪头被人勾你 你这一端来了 一端来了 是吧 你都到哪里都攻击你 然后弃绝你 然后到哪里都被孤立 你真不好受 那个日子 除非都是一道的人 能能互相点个头 互相安慰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一相爱 我们这是一道的人 那死一块死 互相还有个 互相还有一个 互相鼓励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三样灾 这是一灾比一灾大 都是肉眼不好分辨 除非今天我们和主的关系 非常非常密切 我们靠着圣灵 神把这话给打开了 我们才能明白 否则选民都迷糊了 是吧 选民都迷糊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灾难呢 首先是灵里的灾难 是吧 是灵里的大灾难 然后最后导致肉体的大灾难 然后导致自然界的灾难 物质界的灾难 最后除非神来结束这个灾难 如果不是神来结束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个灾难 我们只能靠着祷告 靠着祷告 神来早天结束这个灾难 是不是 我们只能做这些事情 然后把真道趁着现在 没有叫我们不出来讲道的时候 赶快把这真道传出去传出去传出去 是不是 趁着现在还有机会 等到那个时候一来 把你 你根本就讲道也没 不让你讲啊 不接受你啊 微信不让你发呀 到时候都整个给你删掉了 你发发发的都给你删掉了 你没有了 你想清真道没有 真先去杀头了 你到时候是不是 感谢神 所以今天好好趁着现在 好好装备神的话 二十一节 一拜七 感谢神 你看 这些没有被杀的人呢 他们呢 还是拜那些个偶像啊 金银啊 牧师的偶像 然后还不悔改他们那些个凶杀 邪术 奸淫和偷盗的事 那么就是他们肉体有这些邪术啊 奸淫呢 偷盗 那么这些个凶杀呢 圣经说什么 恨人 就是杀人 是吧 魔鬼来就是要杀人毁坏的嘛 那么而且他用各样的邪恶 是不是杀人 用各样的邪恶杀人 邪术 他们借着神灵啊 一种借一种灵界来满足什么 肉体的欲望嘛 用秘术 用法术 用通灵 骄鬼啊 用这些个 用这些邪术来满足他们 然后金银呢 有肉体的坚银 有灵力的坚银 就是那个 与鬼魔 与鬼魔 香蕉啊 这个是吧 这都是一种灵力的坚银 还有肉体的坚银 还有偷窃的事 偷窃 就是神给你今天每一个悔改的机会 没有去悔改 你就偷窃了神每一天的事 给你的时间 偷窃了神的荣耀 是不是 也偷窃 到那个时候他们偷窃什么 偷窃以后话的话语 那个实在在是偷窃神的话语啊 是不是 那他们是不是偷窃神的话语啊 那贾贤贤 拿着圣经来偷窃神的话语 然后来用那种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分别上个数的 那个毒果给你吃 偷窃神的名啊 然后还有 实在他们的手中所做的偷窃的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末后 鬼魔迷惑人 他们不禁拜偶像 拜鬼魔啊 杀人 凶杀邪术 奸淫偷窃 越来越厉害 而且也 他们没有悔改的意思 为什么没有悔改 因为整个被魔鬼洗脑了 是吧 全都被魔鬼洗脑了 所以呢 神只好怎么了 从天架下火来 烧灭了他们 结束了 你说主怎么说的 万恶的旧社会 主说 结束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们觉得神说话挺有意思 那咱们怎么想也想起了 这个词 神说 结束了万恶的旧社会 就是 感谢神 就是起初的二十章 九节到十节所记载的 把他们整个从天用火把他们烧灭了 所以最后看到了 到这个 不仅有火从天降下来 然后就看到还有大地震 圣经也记得有大地震 还有冰雹 大的冰雹 一个冰雹下来有多少斤 九十斤 是吧 九十斤 然后还有从火 有火从天降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火 以色亚书66章15节到16节 看到火有多大 神借着火降临了 来灭掉他们 以色亚书66章 以色亚书66章 神借着火降临 66章15节到16节 来读一下 来 来 一拜起 看那 耶华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车里向旋风 以热怒实行报应 以火人实行责罚 因为耶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 必以火与刀实行审判 被耶华所杀的必多 感谢神 所以你看看 这都是神这个用火 烧灭的这些人 被耶华所杀的必多 这都是什么 随行贝基督的 然后我们杀完了以后 就火烧完了以后 然后就看那个火球 掉在人身上 我们子民就看了什么呢 就看了人 把人四肢都烧 胳膊头先烧 没就是个肉糊了 而肉糊最后 就烧了一种骷髅的 然后最后就是这些个 烧完了 就看了天使用 像推土机的那种 推啊 推这个人 往那个 无底坑里 往那个什么里 推啊 然后就看到那个 就看到有那个海啸 就看到有很大的海啸 然后把这个 这一切 像垃圾世界 烧完了这些个 旧的世界 谁不是万恶的旧世界吗 烧完这些万七八糟的 整个一个大海啸 哗 全冲没了 全冲没了 啊 冲没了 把这一切 包括这个魔鬼的灵 敌基督的灵 假先知的灵 兽 这一切 全都扔到火壶去 然后怎么啦 就是 就是启示录的 第20章的11节 15节 就白色大宝座 所有的死人复活 你看今天神审判我们是什么 是有悔改的机会 接着道来审判我们 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神的恩典 是不是 那么到白色大宝座 起初的20章 所有的死人复活 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就定义为罪为义 包括今天死去的很多基督徒 还在那个无底坑 在那个地狱里面的人 都要复活嘛 都要复活 就定义为义 还是定义为罪 感谢神 那么很多在天堂的基督徒 当然你就是在天堂了 那可没问题了吧 感谢神 那在罪恶里的人 那么最后 最后定义为义为罪了 最后感谢神 然后最后呢 新天新地的来到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启示录的第九章呢 就提前预告后面的事情 记住哈 启示录九章 一到九章 是提前给我们预告了 所有今天 就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第启示录十一章到二十章呢 是实际要经历的事情 记住啊 启示录的十一章到二十章 实际要经历的事情 启示录第十章 就是要把这已经揭开的道 吃进去 把这小书卷 把这些预言吃进去 吃进去以后 再向列国再说预言 就是启示录第十章 八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的 所以呢 这个预言呢 就是要传递 今天时代的信息 所以今天呢 我们如果再不悔改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啊 今天是不是给我悔改的机会 嗯 我们不悔改 再不悔 真的是没有机会了 那么十一章呢 这怎么回事啊 十一章呢 就是那两个见证人 出来为主 做着实在的见证 那么我们就看到 神的国 真的是经历许多的艰难 但是最后 这世上怎么了 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之道事 永永远远是吧 所以起初的揭开呢 就是揭掉所有的蒙蔽 揭掉一切脸上的帕子 揭掉我们所有的虚假 让我们在光中 得以见光 好 让我们都能够干什么 进入光中 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追光的人 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进入光中的人 因为神就是光 是吧 所以在他毫无黑暗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什么 就是光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揭开 感谢你把启示录向我们打开 主啊 这是你的光来照亮了我们 主啊 你就是光 光来了 黑暗就退去了 就除掉了我们所有的蒙蔽 除掉了我们所有的虚假 除掉了所有我们的伪装和不义 主啊 你把启示录揭开 向我们打开 是为了归正我们的信仰 除掉我们里面的苦读和讲道 亲爱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要除掉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凶杀 恨人和邪术 主啊 除掉我们里面 所有一切肉体的不义 主啊 你更除掉我们所有拜偶像的罪 主啊 除掉一切 一切撒旦的人类 亲爱的主啊 唯有你是神 唯有你是神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主之主 主我们邀请你进来 你现在就进来 我们要你的国进到我们的心中 我们要你的意乃完全的来 主啊来充满我们 主啊 求你来掌管 来掌管我们的心 来掌管中国 来掌管全球 为你的国降临来整个全地 主啊 我们求你今天 就在我们心里来掌权 在中国掌权 在全地掌权 主啊 求你的意 求你的生命 就是你的属性 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亲爱的主啊 愿在2017年 主啊 求你拿回全地 拿回列国 拿回所有的人心 主愿这世上的国 真的成为我主和主基的国 因为你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主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主你的带领 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主 亲爱的主啊 求你来把你的道 封存在我们各自的生命当中 主啊 不叫我们流失 主啊 不叫我们 主啊 随流失去 主耶稣 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把你的话 就吃进去 就不让我们只是拿块的粘粘 知道什么味 什么味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完了 而是让我们实实在地 把它吃进去 吃进去 化作我们的生命 化作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再次 向列国说语言 谢谢主的恩典 听我们的祷告 也恩高祝福 主啊 所有听见的道的 每一个孩子 谢谢主的恩典 让你每个儿子 都能 让你每个孩子 都能够醒 紧醒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都能够 在幕后的时候 不被假道所迷惑 主 谢谢你的恩典 再次把一个属灵的 主啊 那种领悟力 和属灵的分辨的 辨别助灵的恩高 赐给每一个孩子 谢谢耶稣的恩典 再次将荣耀归给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我们中间还有谁感动 要祷告的 谁还有感动要祷告 请祷告 阿们 谢谢你 将会 大家大来 赐给我们 阿们 让我们能够传讲 你这样的道 使我们成为得胜者 主耶稣就是在幕后 我们要靠你得胜 我们从始至终的 信的就是 圣父圣子圣灵 就是信的是耶稣基督 所有的假道错道 我们不接受 我们要以圣经为标准 以圣经为准则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 圣经是我们的引道 圣灵是我们的带领者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所要的 我们要的就是耶稣 唯有耶稣 我们不败那些像 不败那些人造的 我们的心要分别为圣 归给耶稣 主耶稣 以求你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家人 把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孩子们 以交给你 让我们的儿女都回归你的正当 让我们的儿女们都来敬拜 唯一的耶稣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无论是那些假的撒旦 他是暂时的 他是暂时的得胜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你是永远得胜的君王 天上地上地底下 一切权柄都赐给了你 我们敬拜的就是耶稣 除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拯救 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的心灵 保守我们的家庭 保守你所揭开的道 让我们真正的回归 我们不愿意 那些假的进到我们的里边 耶稣基督求你赦免 饶恕 传假道的人 跟他们每一个要悔改的心灵 使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 把那些不好的 那些偷窃的 杂害的 那些希望 那些白偶像的你 都从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出去进去 那些恨人的心 都拔除境界 让我们持有 何处基督的爱 彰显基督的大能 明白基督的真道 无论人怎么 取决我们 耶稣 你永远不取决我们 你跟我们 悔改的心灵 因为我真知道 当我在传江 你的时候 他们说 我是灵人派 但是我不怕 耶稣基督 你永远是我的神 圣灵 你永远带领我们 我们不接受假道 让我们的家人 也不接受假道 我们也更不听那些假的东西 耶稣保守我们的心 基督教会是属于你的 教会是你用重量买回来的 把你的话 永远封成了我们每个人心里 让你的真理真道 永远高居 让耶稣的名 永远高居 以满内力的神 以我们每个人同战 拯救那些两万万马兵 奉耶稣基督 你除去那些 接受新片的人的心灵 耶稣基督 让我们每个人 单单接受耶稣基督为之法 哪怕是在最艰苦的日子里 耶稣基督 你永远以我们同战 我们走了就是耶稣的路 我们走了就是十字架的路 我们仰望的就是创世成中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谢谢你揭开启示录 无论多么艰难 无论多么困苦 耶稣你都与我们同战 让我们的口中没有硫磺 让我们的口中不放毒气 让我们说出来的 都是造就人的好话 以马内力的神 与我们每个人同战 让你的爱火 永远燃烧着你的心腹 让你的每个心腹 都预备成为得胜者 我们成为得胜者 死在那三分之一 我们不愿意成为了 后边的甲道的三分之一 耶稣基督 与我们每个人同战 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在你的面前 以马内力的神 谢谢你跟我们揭开的道 将荣耀 送在珍贵 权柄 大能大力 都归给我们的 被杀羔羊 我们的父神 永远配得荣耀和珍贵的 奉我主基督 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用主教导 我们的祷告来祷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